我們現在人在中立大疆國際中空心的旁邊的一個 7 今天非常開心齁 我們有個好朋友阿聖 來分享他這一台 X6 最近我弟買了一台X4 非常的羨慕 今天弄一台X6來試看看 這個是F4代還是最新的G4代 F4代 這不是紀念版的標誌嗎 是 所以你這是紀念版的 原廠有在幫人家貼這個就對了 對要整個換起來 這個要整個換起來 其實F4代的X6就已經非常的殺氣騰騰 跟旁邊那個是好像有一點落差 那這個車子呢 是什麼版本的 35i還是50i是不是 汽油版的 汽油35i 那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BMW的車頭呢 其實都很像 你看它那個也是雙盛型的 幾乎這樣 但是現在最新的 好像那個頭 這兩顆盛越來越大顆 這個小盛 現在新的叫大盛 你叫阿盛 它的頭燈也是一樣 新的頭燈是有改啊 就不是這種的 對 有一點變化是不是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霧燈的配置 前方 大概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側邊來看一下 喔 你的輪框好大喔 是啊 這有改過是不是 有 這個是 原廠的21吋的框 原廠21吋的框 超大 鍛造的 對對 然後旁邊有AP的這個卡鉗 所以 煞車系統有做升級 好那這邊有一個X drive 所以四輪傳動35i的一個名版 B&W有一個特色就是它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折線 讓它肌肉 你看它前面 那個爆龜的感覺 超好看 然後這一台是X系列 X4跟X6都有這個鞋背 你應該是被這個迷上了吧 是啊 超美的 然後它從 後門的部分又到 後尾燈又多一條折線 這個是原廠的嗎 沒有沒有 這是後來加裝的小尾翼 燒包是不是 X6呢 最大的一個賣點也是因為它的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它空間表現怎麼樣 這怎麼樣 太土了不會開 電尾門耶 超級深的 這個大概可以躺一個小朋友了 沒有問題 超過一米的深度 寬度也超過一米 所以這要放幾組高爾夫球桿都沒問題 下面還有一個空間 看一下 下面空間很大 沒有備胎了是不是 這個可以放還蠻多私房錢 可以放私房錢 這包裡面有錢 這是什麼東西 枕頭 露營 露營 所以你有在露營 有有有 這很適合這個車子 好 那我們來 行李箱空間看完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空間 你坐那邊 我坐這邊 來 看一下它的這個門板用料 軟質塑料皮革包覆 都包皮了 然後這個 都是真皮的 這皮 是真的 來我們直接坐進來 來 你是在排斥生 這是你的車 調整一下 是你的坐姿嗎 坐得很後面 這已經到B柱的很後面 那我現在看到還有 大概兩個拳頭 空間 大概是這樣 然後它這個 這個是 一般都只是弄一個皮而已 還有塑膠板的感覺 然後它的高度 因為它受限於這個車身比較流線 所以我大概還有三四個指頭 有沒有像大老闆的感覺 有啊 我是你的秘書 老闆都坐這個位置 我剛走錯位置 後方有兩個冷氣出風口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前後滑移的 這個是升降的 升降的 上次不知道看哪一個是可以前後 也可以前後 坐起來它的坐姿 它椅子後座有包覆性 就是它會陷下去 不是像有一些 雖然空間很大 可是它是平的 你先坐板凳 這個是有包覆的感覺 那我們去前座看一下 還有氣氛燈 後方的門板用料已經這麼好 前方更是 這B&W B&W的味道 它這個腿部還有一個延伸 我們直接坐進來 來 我們把它啟動 喔唷 變成拚叫 這一個M Package的 這個是標配嗎 沒有 這是後來改裝的 這是後來改裝的 然後看一下這個整個 電子儀錶板 這是標配的吧 這標配的 然後這個 皮革 整個很像有那種車縫線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MMI的部分 就是iDrive 這有改過嗎 有 CarPlay 對 不一樣 無線的Apple CarPlay 然後這個就 B&W B&W 就是長這樣 辨識度很高 這整個都軟質的 那種車縫線的感覺 然後這種鋁質式版 這不是 新世代的才有嗎 是啊 你怎麼換這個 你自己換的嗎 還是 就在外廠改裝 外廠改裝 這超有質感的 水晶的 水晶的排檔口 水晶排檔口 然後 這個全滿 幾乎全滿 這個Drive mode 有運動模式 跟節能模式 然後還有環景是不是 按下去 前方的 前方的 然後 陡坡緩降 電子手刷 Auto Hall 連這個都改成水晶了 要改就全套一起改 那你這台應該還沒有ACC那些對不對 還沒有ACC那些 然後它有一個天窗 大概是這樣子 電一下 你看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天窗是怎麼樣 快下雨了 不要開了 這個車子四輪傳動的 X6 龐然大物 站在旁邊覺得 超寬超大的 沒有出去試開看看怎麼行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大家都知道我全國跑 停車的費用應該很高吧 推薦大家使用 遍布全台 多有停車場的跨區停車服務 只需付一個停車位的租金 可以享受五個停車場的生活圈 我在台北市選了一個 在我家旁邊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每個禮拜去台中賞屋 所以在台中也選了一個 常常去高雄玩都沒有停車位 也在飯店旁邊選了一個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停車場 官方只針對頻道粉絲提供優惠喔 優惠額度非常有限 歡迎有需要的朋友 千萬別錯過囉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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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剛剛在這個平面道路上不能吹得太用力 但是稍微的寒了一下 真的能噴出去 害我嚇一跳 這怎麼一踩一點點而已 它就降檔了 真的是 還蠻猛烈的 稍微分享一下這個車子開起來的感覺 就從 一開始入手要上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很大台 很像在開那種 在開那種什麼皮卡 皮卡那種很大台 一上來的時候 怎麼那麼大台 但是 這個油門一踩下去 方向盤一握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戰鬥力 直接 變成超越超級賽亞人 完全不一樣 踩下去的時候 一開始 這麼重會不會重坡 沒有 就走了 你是不是有做過什麼特別的調整 我們看怎麼樣 做了什麼是不是 是沒有錯 不要再講了 講下去等一下又 一些酸民又出現了 反正它有去做一些特別的調整 調整完以後 真的變得比較好開 不然本來這車子真的還挺重 超過兩噸 對 所以它在踩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重拖 但是原本應該 動力就很足夠了吧 是 但是沒有像現在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真的很靈敏 剛剛其實油門只是含著稍微深一點點 也馬上降漲 Tick down 非常的順 在操控部分也沒問題 因為這台是X-Drive 四輪傳動 所以剛剛其實有一段路 我稍微的 稍微強 轉一下這個方向盤 轉偏過來 沒有什麼側傾的感覺 是不是避震器 也有做一點什麼 有點頭就好 不要再說了 現在人很奇怪 反正就是有做一點升級了 所以這個車子本來已經很戰鬥氣息 然後現在又加上這些新的改裝 升級上去以後 變得更猛烈 更 更好開 更好開 不是更戰鬥 更好開 然後 外觀的部分也是這個車子 很多人喜歡它的一個原因 因為這種外型的這種鞋背的跑旅 好像是從 這一台 還有 Infinity的 那個是QX70 以前叫FX35跟37 差不多 X6的E4代 也差不多那個時候上市 好像Infinity早一點點 但是 X6的成功 後來就是你看 賓士也學了 GLC Coupe GLE Coupe都來了 連寶石節都要來了 凱燕 Coupe 有沒有 你差勁也厲害 算原創 那就是這個外型絕對沒問題 從 這個後面這個角度看過去 他那個屁股真的是收得很漂亮 然後 因為這個 後座的這種鞋背的感覺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後座的空間 又頭部稍微影響一點點 他跟一般傳統X5比起來 他確實是壓迫一點點 但其實還好 因為他的車長夠長 你坐姿是比較斜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很壓迫 還好 腿部的空間我181公分 我坐起來也還OK 寬度的部分也是 反正大老闆坐了 現在有幾個小孩了 有兩個小孩 兩個小孩都多大 一個國中三年級 國中三年級 講錯是講到外面的 是不是 國中三年級 所以也是大人了 所以坐在後面這樣子 應該都沒問題 所以這很適合一個家庭坐假 動力也不錯 外觀也不錯 又帥 然後這個空間也不錯 就是價錢稍微 口袋 我要衡量一下 OK 剛剛試駕的結果 沒辦法代表這台車的特質 我們司機請車主來分享 我們的阿聖 你好 阿聖 這個車子是什麼時候 簽車的 在2017年的6月份 現在開了多少里程 現在開了13萬 13萬多 真的有在開 才6年左右的時間 一年開了2萬多了 你每天在跑三路是不是 開這個車好像一定要跑一下 是沒有啦 因為 開了這個車 又認識了更多的朋友 這樣子 很多車友都開這個車 對不對 所以就是6年左右的時間了 那前車是開什麼車 CRV CRV喔 3代的CRV 從CRV直接到X6 不然你中間也弄個X1 或者是X3 直接跳X6 當時怎麼會想換車 因為就想要體驗一下 所謂的高級車的感覺 高級車的感覺 你覺得CRV是很low是嗎 也沒有啦 也沒有 想說 這個有稍微的程度 有到那一下 想說試看看 人家講的高級車 雙B 是怎麼樣 結果那時候有什麼口袋名單 那時候口袋名單 有像賓士的GLE GLE喔 GLE還有 還有什麼其他 像X5 B&W X5 所以其實你一開始是設定傳統SUV 還不是這種鞋背的SUV 對對對 那怎麼GLE沒上呢 因為看了X5之後 然後旁邊竟然放了一台X6 就被它的造型比較跑車的感覺 吸引了這樣子 等一下 所以你一開始有去試GLE嗎 有 GLE感覺什麼 有什麼 它就比較溫和一點 比較爸爸的感覺 對 就是司機這樣子 你自己不就是爸爸嗎 你不想當爸是嗎 反正就是它比較優雅 比較身屬人 比較紳士 所以你內心還是有一點狂野 想說不一樣 那時候就看了X5 X5試了以後 怎麼旁邊多了一台這個帥車 對沒錯 你就把它就 忽然就改變琵琶別爆 就變成X6 最後就選擇了X6 剛剛我們聽了阿聖分享他這個車子的買車過程 有時候 一開始設定 最終不是選擇他 對不對 一開始設定林志玲 最後娶了你老婆 是這個意思 比林志玲更讚的老婆 比林志玲更讚的老婆 所以有時候很難說啦 愛情來了 你哪知道你會選到誰 對不對 所以不要預設立場 都去試看看 最後試到自己喜歡的車 真的很重要 那你這個車子 已經開了13萬多公里 也開了6年多了 應該有一些心得 有沒有什麼優點 最想跟大家分享 BMW操控 真的跟賓士是不一樣的 BMW操控 真的跟賓士 一開始就煙銷味十足 你真的要來賺 真的有差是不是 怎麼樣差 他在像過一些閘道 像以前 你賓士你過那個閘道 你可能用80再過 可是你用BMW在過的時候 你可以更用 等一下 你確定是賓士還是CRV 你說以前是CRV 你說是強CRV是不是 那個是試車的時候 試車的時候 你就有這種 有實際去體驗過 真的有這種感覺 所以賓士在過彎的時候 還是側傾比較舒適 比較嚴重一點 他是比較舒適導向的車款 所以兩者是不一樣導向的車子 所以操控還不錯 在過彎的時候 你就很明顯感覺到 側傾的幅度 OK 除了操控感比較好 還有嗎 動力 動力 動力怎麼樣 如果動力這麼好 你幹嘛改 不一樣 因為動力他有分前面跟中間跟後面 前中後 以前CRV當然是國產車 開到110、120 你就覺得 就不敢吹上去了 吹上去會怎麼樣 好像快爆炸了 你可能會覺得車快解體 這樣子 這個當然就是 你踩到150 也都還沒有什麼感覺 都沒什麼感覺 安全駕駛嘛 塞甲駛駛是怎麼樣 我開CRV就開個100就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可以吹到150都沒feel了 這引擎動力非常足夠 六頭很棒 除了動力好以外 還有其他的優點 像內裝的質感 內裝質感 真的 光是這個儀表板 然後他這個 MC的一個 方向盤 整個質感 還有這個天窗搭配起來 好像質感真的還不錯 質感真的很好 用料也不錯 他這個 這都是真皮的 其實很多歐系車都用假皮 但是這是真皮 做起來的服貼感 有如觸碰少女般的肌膚 吹彈可破 不要再吹了 就是真的內裝質感還不錯 除了內裝質感好以外 還有嗎 像他的外觀 比較霸氣一點 比較霸氣 那你是看過什麼車子比較不霸氣 GLE GLE就紳士 紳士 就是他的外觀比較侵略性 比較動感 比較跑格 其實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那種看起來溫溫的 看起來比較文人氣息 比較文藝 比較文青 我就開那種看起來傻傻的 沒問題 你這個比較熱血 就是要開這種看起來比較派 比較兇 外觀不錯以外 還有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優點差不多這些了 剛剛我們聽了我們阿聖 分享他的買車過程 還有優點分享 這麼多人 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雙逼升值我們台灣人的心 對不對 就是他不只豪華 然後整個品牌的形象很重要 所以兩強一直在爭鬥 到底誰是雙逼 真的是把人逼死了 不過這麼重要大家要選雙逼的其中哪一個逼呢 這個不是在講這些優點 優點大家知道了 這個怎麼好講 我們來聊一些八卦 有沒有什麼缺點的部分來跟大家分享 缺點的就是因為剛好那個時期 歐洲他們在推 要注重環保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期的車子 環保材質就比較多這樣子 你是說現在歐洲人不重視環保了是不是 那個時期才推 也不是 有新的材料 有新的材料這樣子 一直在更新 你說那時候會有環保材質 像這門把手 會怎麼樣 就是 可能時間久了 可能就是因為車子 在太陽底下曝曬可能比較久 所以他的門把手內源 就會變成年年的 會黏黏的 真的 那那個怎麼處理 有原廠可以換 原廠跟外廠的價錢就有差 所以外廠換那個門把手大概多少錢 大概在1500左右 1500 1500就比你去吃個炸雞還便宜了 不用擔心了 所以其實換那個還好處理就對了 那也還好 如果可以處理 我都覺得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你覺得有環保材質的問題 比較困擾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其他的缺點嗎 就像這種車他就比較耗油 耗油 怎麼的耗法 因為你 六缸的引擎 你在大腳的話 就容易比較耗油 直接講 市區 一公升可以跑幾公里 市區一公升 大概跑4左右 這樣子 一公升跑4 一公升如果3、4 那跟超跑的等級差不多 那真的好像還挺耗油的 那平均下來呢 平均下來加高速 就是大概7到8左右 7到8 是7到8不是7 不要今天要連好 好啦 車子兩噸多 動力又這麼足是不是 買這個車的人還在意什麼油耗 所以 我覺得是還好 那你覺得這油耗你可以接受嗎 我是OK的 你是OK啊 只是跟大家講他比較耗油 那還有其他的缺點嗎 其他其實就沒有 差不多 形象這麼好 我來想看看 B&W人家說 不是在保養廠 就是在保養廠的路上 聽說妥善率極差 真的假 認真來講 我其實沒有什麼大修過 這樣子 你沒有什麼大修過 那不然是有小修是不是 沒有 也沒有 所以 在你的這個使用的經驗 這6、7年的情況之下 就是 還好妥善率你覺得OK 那你為什麼會有些人覺得 B&W妥善率不好 妥善率不好是因為 買他的人多 改裝的空間也大 所以通常都是改壞掉的 改壞的 假的假就對了 對 他就是沒事找事做 把自己的車子弄壞 怎麼有這種人 因為這種車開起來就是熱血 所以你熱血你就會想說 再改哪裡這樣子 OK好 反正就是沒事找事做 是 好啦不要再亂改了 這個我再想看看 B&W人家說 這微冷的 對 就是 K到一下 或者是怎麼樣 就貴死了 超貴的 沒錯 所以這是真的 真的 像我之前就有被那個小發財 後面稍微就是 時速5到10稍微就碰到這樣子 就修了大概40萬 你說時速50到60 沒有 5到10 5到10不是像走路的速度嗎 對 這樣子就5、60萬 對 那是修理什麼東西 空間 後保桿 然後後行李箱的那個門 玻璃這樣子 喔 這樣子5、60萬 那真的要好好的賺錢 才有辦法養個其他 是 所以缺點差不多這些了 那我們剛剛聽了阿勝分享 他這車子的買車過程 還有優缺點分享 是 被卡到一下 時速5到10就花了40、50萬 對 你一定要講真心話了 這只沒講 所以我們希望他來講個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阿勝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人 因為現在已經是G世代了 你這是F世代的車子 所以如果說要買F世代的車子 可能要買中古車 中古車現在就是大家很關心啊 到底推不推薦嘛 剛剛講那些優缺點可以總和來 評估一下 假設再回到6年多前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F世代的 BMW X6 我還是會選擇 你還是選擇這台 對對對 沒錯 原因是什麼啦 這麼致死不渝 這麼愛 我是說老婆啦 對我從業而中 為什麼會選擇 因為BMW 他在操控上啊 確實跟其他車款還是有差別 還是有落差 到底差在哪裡 真的講不出來 可遠觀不可謝萬年 你直接來試就知道了 直接去跟你的業務員約個時間 反正試駕要錢嗎 試駕不用錢 還有咖啡可以喝 有些地方有餅乾跟冰淇淋 幹嘛不去呢 是不是 然後在網路上聽人家講 那什麼 直接試的 合你胃口的才是好車 好我們最後再問阿森一個問題 你覺得BMW 比較適合什麼樣子的人來 這台X6 不是BMW 這台X6適合什麼樣子的人來買它 你有家庭 加上你自己又希望說 有點熱血的感覺 然後又喜歡它有漂亮的流線這樣子 你是說又會跑又帥 然後又有空間 有的很會跑很帥 但是沒空間 是不是 那有的空間很大 但是看起來是公民 是不是 醜醜的又拔不到妹 是不是 所以就是 這一台算是很堅固 三位都堅固到了 所以你覺得非常適合推薦給 喜歡帥 又需要空間的家庭的爸爸 OK 那我可能也蠻需要這個車子 可以 換車的時候跟我說一聲 我就接收你這台就好 OK 那我們今天感謝阿盛的分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如果說你也有BMW的車款 不管是X1 X2 X3 X4 X5 X6 真的耶 快要連成一條龍了 是不是 有這些車主的 可以來跟我聯絡 有這些車的車主可以來跟我聯絡 一起來分享你們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感謝阿盛 拜拜 他這台行車紀錄器 用沒多久就壞了 而且他的車美式也沒有到車顯影 所以我準備幫他安裝這一台HPS750 先掛上行車紀錄器本體 接下來來安裝後鏡頭 簡單嗎 完工了 超感動 前鏡頭 上 下 後鏡頭 上 下 總浪貨可以直接丟掉了 頂了 我 顫 上 上 下 谢谢大家